好,記住,以這個三角板為主 好,這裡對住 好,記住 最簡單方法 好,你們去看喔 有沒有 畫兩個 兩個 再來 這邊把它推上去 好,請問你,這裡是有六等份 這裡有沒有六等份 有了之後,圓規 拉起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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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師,再示範一次喔 老師有講過 六邊形在畫的時候 跟這個三角板有關係 如果是水平的 如果是水平的 六角形 第一件 第一件是,先畫水平線 因為 六角形有 直的 跟平的 知道嗎 直的跟平的 所以你看,我現在是畫水平的 這是畫垂直的 好,水平 先畫水平線 好 這個往下移 好,這個畫上來 這個畫上來 這個畫上來 知道嗎 看你的邊長多少 再畫一個圓 這裡就可以接起來 六角形 有沒有 如果是直的 就先畫垂直線 記住 這個時候就不是用六十度 這個時候要改 三十度的 知道嗎 再畫一個圓 那意思吧 好 那為什麼要叫你畫六邊形 好 這個圖形是沒有六邊形 記住 這個圖形沒有六邊形 可是 來喔 年考的時候 說要過程線 你要畫一個像這樣子的圓 把這邊畫一個搖垂直線 看 這裡 隨便 然後接起來 隨便 不要太明顯 知道嗎 不要太明顯 它這個是六邊形 七邊形 那你這六邊形 不用畫出來喔 不是畫一個圓 給它畫一個圓 記住 這樣子就好 一次一邊畫多邊形的方法 就是 從六邊形去畫 它可以畫出各種 一次一邊畫六邊形的方法 所以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 這個圖形就這樣子 如果回去不熟 請你上網去看 然後再一次 坐牆 一夕 一會兒